Hello大家好 今天是一支爱用品回购开箱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是和Look Fantastic合作的 非常感谢Look Fantastic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我是Look Fantastic的忠实小粉丝 我从2015年开始就使用这个平台 我平时的美妆、护肤、护发产品 几乎也都是在这个平台购买的 没有想到我也有被Look Fantastic看到的一天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OK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第一个是雅样的这个喷雾 这个是我夏日必备的 基本上每一个夏天都会消耗一瓶 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干敏皮 主要功效呢就是毒水降温 特别是晒后可以起到一个物理降温 和镇定肌肤的作用 所以这款喷雾它对于我而言最主要的功效 就是给皮肤降温 以及给晒后修护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它没有任何的保湿力 所以大家不可以用它代替日常的乳霜 即使是油皮的小伙伴 平时的保湿也不可以用这种喷雾来代替 再下一个是这个NUFACE的菱胶 这个是搭配NUFACE的提拉紧质仪来用的 它应该在我之前的空瓶视频里也有出现过 我也已经回购了有很多次了 它用起来凉凉的非常舒服 我觉得它还有一定的补水功效 我其实也有试过其他的菱胶来代替这一款使用 包括芦荟胶 但是我觉得都没有NUFACE出的这一款菱胶来搭配使用的效果好 因为在用完它之后 再用NUFACE的那款微电流提拉紧质仪 脸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刺痛感 即使是把强度调到的最高级 脸上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布施 但是我用过其他的菱胶像是芦荟胶 我总觉得在脸上还是能够感受到电流的那种刺痛感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款产品我是会无限回购下去的 我应该不会找任何的瓶替或者其他品牌的菱胶 接下来是这瓶卡湿的洗发水 这瓶洗发水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跟大家提到过 它绝对是我心中top3的洗发水 这款是专门针对敏感性头皮和干性发质的 我的头皮就是属于轻微敏感性的 发质的话整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发尾的话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干燥 这款洗发水洗完头发之后 头皮会非常的舒缓舒服 头发也会非常的轻盈并且有一定的蓬松度 即使是不用任何的护发素 头发也不会非常的干 我最近那一瓶刚刚用完 所以我就立马又回购了它 所以说这款洗发水就像它瓶子上描述的那样 非常推荐给敏感头皮 然后干性发质的小伙伴 其实我觉得这款洗发水应该是适合所有发质的 除了染烫过的头发 因为它上面好像并没有说有固色的作用 这瓶洗发水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接下来是这个卡氏男士洗发水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回购 这是买给牛同学用的 牛同学跟我平时是共用洗发水的 所以他平时也会用我的卡氏洗发水 然后他用下来也觉得卡氏洗发水非常好用 所以我就想说给他买一瓶男士专用的洗发水 看看效果怎么样 也算是我给他的七夕情人节礼物 这款洗发水好像是有一定的蓬松作用 他说能够让头发洗完之后看上去更加的风盈 所以这个我到时候给他试试看 看看效果怎么样 那如果他到时候觉得这款洗发水非常好用的话 我也会在留言里反馈给大家 如果有小伙伴用过这款洗发水的话 也可以评论或者是弹幕告诉我 你觉得这款洗发水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接下来是两样彩妆的回购 我自己应该是属于有非常多化妆品的人 如果我能够回购一样彩妆的话 说明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他 第一样是YSL的明彩笔 这个我在两个月前刚用完一支 它非常适合干敏皮 用在眼下完全不会卡纹 也不会刺激眼周 这一款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体量的作用 所以它的遮瑕力是属于偏低的 然后它的流动性也非常的强 我平时的底妆都很淡 所以我非常喜欢用这个 再加上它的这种细刷头的设计 非常方便使用 其实这个色号在下单之后才发现我买错了 我之前用完的那一支色号是2.5 这一支我买成了3.5 哎 不过这个夏天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又晒黑了不少 我是那种在阳光下待个十几二十分钟 就晒得特别黑的人 不管有没有用防晒霜 所以说这个色号我虽然买错了 但是说不定歪打正招就非常适合我现在的肤色 要不我来试一下吧 我发现所有这种按压式的彩妆 刚开始真的要按好久有没有 我又担心我按的次数太多 它一下子会出来非常多 这个色号确实还蛮深的 再眼下试一下看看 这个色号跟我现在的肤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它的体量功效可能没有那么好 当做眼下的遮瑕来用我觉得还不错 它的质地非常容易推开 我平时用手指这样点涂的话 也可以把它涂得非常的均匀 接下来是凯分了矿的修容粉 这个色号是medium 我其实在今年年初的那个视频里有说过 我今年不会买任何的修容 但是我现在用的所有的bronzer 主要是让皮肤看上去像是在阳光下晒过的那种 但是像这种修容粉 它的色调会更偏灰调一点 我之前有一块这个Kevin O'Connor的修容粉 但是不小心被我摔碎了 它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用过所有的修容产品里面 颜色最最自然最适合我的肤色的 然后它的粉质也非常非常的棒 如果我的那一块修容没有被我摔碎的话 我觉得我能用它用到天荒地老 这一块我一定要好好包管 不能再摔碎了 因为它小小一块其实价格还挺高的 我的肤色偏深一点 我用medium这个色号刚刚好 如果你的肤色比我白的话 我觉得用它们的最浅色号就可以了 最后是我回购的一瓶香水 这是祖马龙的南风铃 look fantastic 还会给你一个祖马龙的这个袋子 非常的贴心 如果你用来送人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它装到它的这个袋子里 这是我夏天非常喜欢用的一瓶香水 其他季节的话我用的倒不是非常多 因为它的香味让我觉得它就是夏天的味道 非常的喜欢 是一个让我闻到心情就会变好的一款香水 那这些就是我回购的一些爱用品 再次感谢look fantastic look fantastic现在也有它的中文网站了 所以在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上look fantastic 中文网站进行选购 它都是从英国直接发货的 绝对是有正品保证的 而且它是满380元就可以包邮的 那look fantastic的中文网站呢 会有一些英文网站没有的折扣 像有时候我也会在两个网站之间来回跳转 看看哪一个网站的折扣力度更大 马上就是国内的七夕情人节 那look fantastic的中文网站 可能也会有一些折扣活动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看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